各位,上次那道蕭苑山追問葉二娘的情郎 逼著講出了雁門關外那場血戰之後的事 唉,蕭鋒這樣才知道害到自己雞毛鴨血苦苦追尋的那個大惡人 原來就是自己的老爸蕭苑山 於是,整山的少林和尚就唸經了 阿里陀佛,阿里陀佛 聲音十分悲憤 雖然一時還沒有人來向蕭苑山挑戰 但眾人在你念佛聲中所含的悲痛之情 顯然已經包含著極大的決心 決不會跟他善罷金幽 他們都想,以前的確是怪錯了蕭鋒 但是,老爸作的惡,怪了他的兒子也不出奇 這時又聽見蕭苑山說 殺我愛妻,奪我獨仔的大仇人之中 有黑衣幫幫主,也有少林派的高手 哈哈哈哈,他們想永遠遮瞞這張血腥罪行 將我的兒子變成漢人 叫我的兒子拜大仇人為師 繼大仇人為黑衣幫的幫主 哈哈,兒子啊 那晚我打了玄虎一掌之後 你不是在旁邊 過了沒多久你又去拜見那個賊徒 我們父子容貌相似 他就以為是你出手 連那個和尚仔都認錯了你啊 哦,蕭鋒這樣才謊言大悟 因為是玄虎大師那晚見到自己的時候 是這麼惡言 而那個小和尚又一口咬定我是兇手呢 原來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的老爸做樂的 於是他又問了 唉,這些人 既然是爸爸你所殺的 那就和孩兒殺的沒有分別了 孩兒一直揹著這隻鑊 這樣也沒有什麼錯 對了 那個帶領中原武士在雁門關外迷伏的首顎 爸爸你查明了沒有 嘿嘿 我又不查明他呢 這個人害到我家破人亡 我以為將他一掌打死 豈不是益了他 咦,葉二良,別走 他見到葉二良扶著虛足 正一步步走開 就馬上喝著他 葉二良 這個兒子 你是和誰生的 你如果不說 我講的了 我在少林寺躲了三十年 什麼事走得過我的眼底 你們在紫雲洞中相會 他叫喬婆婆來幫你接生 種種事情 用不用我一五一十當眾說出來 葉二良立刻轉身 向著蕭遠山等等聲走過幾步 跪下說 蕭老英雄 請你大人大意 高抬跪手 放過他 我兒子又和你公子有八拜之交 parallon 他讓我結為金蘭兄弟 成為金蘭、兩個兄弟 他…他…他…他在武林中 這麼大的明星 如此高的身分地位 人都這麼老落 你要打 要殺 儘管對我 千、千萬別去爭射她 裙虹仲先頭聽蕭遠山說 去捉我老爹呢? 是个有道高增 这时候又听叶二良讲 他是武林中明星很大的 地位很高 几件事一抽埋 难道这个人 是少林子那位 一位辈分极高的僧人 各人的眼光 自然就瞅瞅少林子 那帮白苏飘飘的老僧人 忽然听见原池方丈讲 善哉善哉 有恩至有果 虚足 你过来 虚足走过方丈身前 屈膝跪低 原池定眼打亮了他很久 又拿手轻轻抚摸他的头顶 面上充满温柔慈爱 你在指导二十四年 唉 我居然不知道你就是我个儿子呀 啊 此言一出 中和尚和尚和群红都哗哗声啊 各人面上的神色 有惊奇 鄙视 愤怒 恐惧 怜悯 形形形色色 实在是难以形容啊 原池方丈 得高望重 武林中人 无不阴阳 谁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啊 过了一大排 那些哗哗声啊 字枝沉沉的议论声 才慢慢停息 原池说话就照样是这么安详真正啊 笑老师主 你和宁朗分离三十几年 无得相见 但早知他武功精进 明星着起 成为江湖上一等一的英雄好汉 我心都有所安慰啊 我和我儿子日日见面 就以为他被强盗抢走了 生死不知 反而一夜为他挂心 叶一样就哭着话了 哎呀 你 哎呀 你 你不用说出来的嘛 那 那现在 现在怎么算好呢 怎么算好啊 二娘 既然已经做了恶业 反悔固然没用 隐瞒也是没用 这么多年 辛苦了你了 我不苦 我不苦 你有苦说不出来 那才是真是苦呢 原池令丫头 向着宵远山话了 消老师主 消老师主 页门关外一战 老衲铸成大错 众家兄弟为老衲包含此事 又一一送命 老衲今天再死 实在 已经迟了 说到这书 他又忽然提高一把声 说 慕容博 慕容老师主 当日你假传音讯 说揭丹武士要大举来 少林子夺取武学典籍 以致酿成种种大错 你又没有内疚过的 中人勒勒言听他说出 慕容博 那样 又吓了 害怕 群雄多数都知道慕容公子的父亲 单名是一个博字 听说这个人过了身 为什么原池会突然叫出这个人的名字 难道当年报假信的那个人 就是慕容博 各人顺着原池的眼光望去 看到他现在望实的 正是坐在大树脚的那个灰山和尚 那个灰山和尚 一字笑又一字站起身 方丈大师 你好眼尼 居然这样都认得出我 说完 我一手扯了遮面的佛宝 原来是个神清木兽 百味长垂的老伯 慕容博一见就惊喜交集 爹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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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死到啊 跟着 心头就涌起无数疑斗 那天父亲过身 自己亲手入廉安葬 怎么又能够复活呢 那当然是爹爹以神功闭气假死了 知道为什么要假装死了 为什么连亲生子都要瞒着呢 只见原池就说了 慕容卢 老师主 我和你多年交好 素来敬重你的为人 那天你向我告知这件事 老衲心信不疑 其后 误杀了好人 老衲就再都见不到你面了 后来 听到你因病过身 老衲很难过 一直以为你当时和老衲那样 亦是误讯人言 让成无意的错失 心中内疚 以至英年早逝 怎么知道 唉 他这一声长叹 包含了无穷的悔恨和扎臂 少远山和少峰对望一眼 到这阵时 他们父子才知道 这个假存音信 挑拨生祸的人 原来是慕容博 少峰想 当你眼门关外的惨事 虽然是原池方丈 带头所为 但他是少林子方丈 关心大宋江山 和本子典籍 倾力以赴 是意不容辞 打后发觉错失 就尽力补过 这真正的大恶人 其实是慕容博 而不是原池 慕容博听了原池那番话 他也明白了 哦 这些假存信息 是要挑起宋寮武士的大运战 我大烟就可以从中得利 事后原池 其实会质问我爹 我爹爹当然无可辩解 以他大英雄大豪杰的身份 又不可以照应这件事 他猜到原池方丈的性格 只要自己一死 原池就不会透露真相 选及死后的明星 是呀 我爹爹一死 慕容是声名无损 我还可以继续轻福大业 不是的话 中原英豪群起 和慕容是为敌 慕容家的人 不死绝都算笑了 还说什么中兴福国呢 当时我还小过 如果知道爹是假死 难免露出马脚 因此就索性连我都门埋了 慕容福想到自己父亲 这样苦心经营 为了轻伏大烟 不惜舍弃一切 更觉得自己任重而导远 这时原池方丈地说 慕容老师主 老衲今天 听到你劝道灵朗的说话 先知你姑嫂慕容时 是帝王后裔 空怀大志 那你假存音讯的用意 也就明白不过 只是你所图谋的大事 始终是镜花水月 一场空 枉死了这么多无辜性命 慕容博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是 当年我原卑师弟 曾经奉我之命 去姑嫂向你请问这件事 当然是他在贵府见到药光猪猪马迹 猜到你造反的意图 因此你要杀他灭口 慕容博就嘻嘻笑下 一拳打到身边那棵大树 树上高 有两根脚刮廊那么粗的横丫就跌了落地 哇 他打得挺厉害的 他打的是树心 居然震落上高的树丫 实在是神功非凡 少林只十几个老和尚一起叫出声了 为陀柱 语 原池方丈 我就点一下头 慕容老师主 你在辟子这么多年 居然将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 韦陀柱神功都练成了 多年以前 怪不知江湖上来不中 有些德高望重 而有万贯家财的武林人士 死得不明白 现在看来 当然你想收买他们 而人家又不听 是你落的独守 自己慕容博就阴阴嘴笑下 竖起手指弓 哈哈哈哈 老方丈了不起 了不起啊 只可惜你知了这么多东西 只偏偏在下和萧远山 躲在柜子这么多年 你又一无所知啊 好了 老方丈 念在当年我跟你有过心交 今天什么事都直言相过了 你还有什么事好问啊 问他吧 数周过后没有艇达的 袁慈说 以萧凤萧施主的为人 刻意帮马大元 副帮主 马夫人 白世镜 长老三位 段估不会是他杀的 不知道 是慕容老师主呢 还是萧老师主 落的手啊 那这远就到 萧远山港了 马大元 是他妻子和白世镜 合谋所害死 白世镜是我杀的 其中过节 带你段王爷亲眼目睹 亲耳所闻 方丈欲知长情 等着请问段王爷就是了 萧峰这阵时走上两步 指着慕容博就说 慕容老差 你这个罪灰祸首 上来领死了 哈哈哈哈 慕容博一声长笑 终身而起 一飙飙一上山 追 萧远山和萧峰 就分开左右追着尾了 这三个人 都是登峰操极的武功 眨眼 就已经见不到人影 慕容博就叫着 爹爹 爹爹 跟着追上山 他轻功都不错 只比起前面那三个 就显得差一点了 但见慕容博 萧远山 萧峰一前两后 向萧林子跑去 一条灰影 两条黑影 稍时间都隐没在 萧林子的黄长壁牙之间 嗯 群雄见到就很奇怪了 慕容博和萧远山的武功 难分高低 大家加上的儿子 慕容博就不是敌手了 为什么慕容博不跑下山 又反而入了少林寺呢 这阵时 邓百川 公野 钳包 不同风波 以及那十八个 揭丹武士 都想上山分别 相助自己的主人 一动脚 就听见 少林介律院首座 袁直大师说 结阶振拎拎着 那几百个少林和尚 齐声答应 排成一列列队 拎着上山的路 听袁直又说了 少林只是佛门善地 不是斗勾的场所 众位施主 请为善致进入 邓百川地见到少林和尚 这样的声势 知道冲不过去 虽然挂着主人 也唯有停下脚 但是包不同又说 没错没错 少林子乃是尊生 私生子的善地 他千人一出 几百个和尚就拿眼泪实 包不同胆大包天 明知少林和尚高手极多 无论被一个原字背的高增 自己都不是敌手 但是他这个人要说就说 从来都没什么顾忌 现在几百个和尚 拿眼泪实他 他又泪回人 还眼都不眨下 原池就开声说 老立犯了佛门大界 有瞻少林清余 原籍师弟 照本治戒律 该当如何懲处 原籍就说 这个师兄 各有各法 家有家规 历来任何门派帮回 中族寺院 都难免有不肖弟子 清明灵欲之保存 不再求永远无人犯规 再求事事 安律情处 执法僧 将去族掌责 一百三十棍 一百棍 是罚他自己过犯 三十棍 是他甘愿 代师父所受 执法僧 望下手座原籍 原籍点下头了 虚足这阵时 已经跪下受打了 执法僧举起迎掌 一滚滚吐落 去捉背脊屁股 打到他皮开肉裂 鲜血四箭 哎呀 叶月亮在旁边 看到他肉紧到 骨骂都尺埋 知他又怕往日的晴郎 原池方丈威嚴 不敢求情 好不容易打完一百三十棍 去捉武魂耐力抗誉 痛到站都站不稳 原池说了 由现在起 你破门还竹 不再是少林子的人了 是 虚足又流出眼泪了 原池又说 原池犯了淫戒 与虚足同罪 身为方丈 罪刑加倍 执法僧 重重扎打 原池二八棍 少林子 清语尤关 不得 信尸 舞弊 说完 自己就跪在地下 遥遥对着少林子大红宝殿的佛像 自己拿起衣服 打出个背脊来 旁观的群雄是你望我我望你 少林子方丈当中受刑 那当真是蟹人听闻啊 这阵时那个原池就招下头壳了 师兄啊 你原池大声啊 我少林子千年清语 岂可坏于我手啊 哦 是 执法僧 用刑 原池眼中含泪宣布 两名执法僧人合十功身 方丈 得罪了 跟着就站直身 举起刑掌 啪 打到原池背脊里 原来原池是叶二良当年的情郎 那他挨完打之后 这个老和尚会怎么做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